解锁须左的左柱有多强 不仅防下了雷影的最强杀招雷我炸弹 就连我艾罗跟一众精英上人的合力都奈何不得 在逼退风雷两颖后 左柱又马不停蹄地直闯无影会场 他居高临下 又那双血轮眼死死钉的团葬 谁知铁之国的三船率先发难 而团葬老贼竟然趁乱开溜了 左柱急忙追赶却被谁影的熔盾封住了去路 长石狼趁机解放手中的笔木叠重创左柱 加上虚左的副作用 左柱全身的每个细胞都疼痛难忍 而这还不是虚左的完全形态 他难以想象又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可当左柱回过神来 谁影就已封锁了唯一的退避 将自己与左柱关在这狭小的密室中 随即施展费顿巧雾之术 左柱引以为傲的绝对防御竟被溶解 先前与雷影的战斗已让左柱消耗巨大 此刻的他无法召唤出二阶虚左破开墙壁 危机时刻 白绝的包子之术发挥作用 将谁影的查克拉传递给了左柱帮他脱困 可左柱刚一破开墙壁 就遭到了土影的正面攻击 作为现役无影中最强的一个 大眼目不仅能飞 更能将风吐火三种性质变化融合 拥有陈顿这凌驾于一切血迹陷界之上的血迹淘汰 就连班爷那堪称无敌的虚左能呼 都被他瞬间分离成原子状态化为尘埃 更别说左柱还未从万花筒的副作用中缓过来 只一个账面就被原界玻璃之术化为积粉 与此同时 雷鹰等人也姗姗来迟 他怪图影抢了自己的猎物一场恼梦 谁知这时 面具班突然出现在了会场 肩上还扛着本该被干掉的左柱 随后连同相邻一起吸入到一空间中 自己则是向众人说出了班的身份以及月之眼计划 他第一次提到了十尾跟六道仙人的所作所为 而他的目的就是重新融合九只尾兽复活十尾 通过封印术让自己成为十尾人助力 从而发动无限阅读 让全世界的人身中幻属 创造出一个没有隔阂也没有争议的世界 四颖们对面具班的想法不敢苟同 与其说是统一世界 倒不如说是创造只属于你的世界 面具班冷哼一声 他知道多说无意 直接向众人宣战 开启第四次人界大战 为了面对共同的敌人 四颖们当即决定成立忍者联军 而雷鹰也正式被任命为联军的首领 与此同时 小鹰竟然不远万里地跑来向名人告白